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受控制地发出呻吟 颤抖地摸向旁边的位置 李小峰 我头好疼 我摸了个空 本该温热的床铺一片冰凉 我这才发现她不知道去了哪里 房间的门紧闭 室内昏暗安静 窗外下着大雨 黑沉沉的 安静与嘈杂之间 似乎只剩下我家在中间 难以言喻的孤独和痛苦涌上心头 我拿出手机给她打电话 一通又一通 全是盲音 她到底去了哪里在做什么 我忍着痛换下睡衣 打车去医院 上下车时身上不可避免的被雨淋浪 半夜的医院有不少病人 不同的是他们身边有家人陪着 只有我独自坐在角落 头疼欲裂 裤脚又湿搭搭的 粘在皮肤上 形单影只的狼狈 叫到我的号时 医生刚问几句 就面露凝重之色 安排我去楼上照脑部CT 看到她的样子 我的心里忽然生起恐惧 忐忑地问 医生 我是不是生了什么大病 会死吗 医生露出温柔的笑声音轻柔 没事的 我们先照CT看看好吗 CT事外 我再次给李晓峰打了电话 她还是没接 我不争气地掉了眼泪 又急匆匆抹掉 躺在台子上 我离开医院 已经是早上 我的脚步轻飘飘 恍若踩在云彩上 人和魂都在飘 落不到实地 没有归属 医生说我的脑子里长了一颗肿瘤 他给我开了一些药 叫我回去跟家人商量 安排时间来医院确定治疗方案 家人 我爸走了 我给我妈打了电话 电话很快接通 不等我说话 他急吼吼地说 我再给天宝做早餐 他急着上学呢 有什么事下次再说 妈 我 电话直接被挂断 天宝是他在婚后生的儿子 如果说我是他眼里的杂草 那么天宝就是他眼珠子式的宝贝 捧在掌心怕摔了 含在嘴里怕化了 我的头更疼了 雨过天晴 太阳照着马路却照不到我 我的身体依旧嗖嗖发冷 我给李晓峰发了三条短信 你在哪里 什么时候回来 我有事要跟你说 李晓峰是两个小时后给我回复的信息 他说昨晚我刚睡着 公司就出了急事 他赶过去忙到现在 半个小时后回来 我不知道是出了什么天大的事 才让他一个大老板忙了一个通宵 连电话都没时间接 我没问只让他 开车注意安全 早点回来 等他回来的间隙 我点开朋友圈 一眼就看到林双发的内容 他在凌晨一点发了一条 温馨的厨房灯光下 男人穿着淡蓝色的衬衫 背影宽厚 他低着头袖子挽起 露出结实的小臂 认真地摆弄面前的小锅 烟雾缭绕 模糊了男人的侧脸 林双发的是 只有你 会在我最需要陪伴的时候 义无反顾 来给我煮一碗 热气腾腾的浆糖水 这一刻我的疑惑有了答案 原来这天大的事 是冒着大雨 上门给生理期的前女友 煮一碗浆糖水 多贴心啊 我勾起嘲讽的笑 笑着笑着 眼泪却掉下来 我用手臂遮住眼睛 让自己看起来 别那么狼狈 我跟林晓峰 是相亲认识的 如果不是他爷爷 跟我爷爷是战友 以我们两个的身世背景 根本没有坐在一起 相亲的机会 在他爷爷的撮合下 我们见了面 一见如故 相谈甚欢 一个浪漫的秋日午后 他向我告白 我接受 我们自然而然地 走到了一起 闺蜜温蓝说 我跟林晓峰是一样的人 外热内冷 表面很好说话 不过很少有人 能走进我们的心里 我们两个从交往到结婚 没有发生过什么 惊心动魄的事情 或许在别人看来 我们之间太平淡了 然而我很喜欢 平平淡淡 何尝不是幸福 第一次听到林霜的名字 是在一次聚会上 那时候 我们已经结婚三年 感情稳定 他一个朋友提到这个名字 说他离婚了 全场寂静 所有人都看下李晓峰 他面色如常 慢悠悠地喝了一杯酒后 才扫视全场淡人道 看着我做什么 我脸上刻着芝麻 他的朋友哄笑开 这件事自然而然地接过去 回到家不等我问起 李晓峰就跟我说起林霜 她是我的前女友 性格不合 所以我们分手了 我没有追究 二十七八岁的人了 谁没有一点过去 只要别让过去影响到现在 我不会深究 可现实总是残酷的 李晓峰没打算让过去的永远过去 那天幼儿园一个小男生 价格高昂的眼镜丢了 我们全部幼师留下来 里里外外搜查一遍 总算在沙坑里挖出来 我身心俱疲 加上下了雨 让李晓峰来接我 她以前提过接我上下班 我没让 一是这里通勤便利 搭乘地铁上下班方便 二是我不喜欢高调 成为别人的谈资 会让我很不自在 她抱怨过 要是你有一天 愿意让我去接你 我肯定打扮得比结婚那天还帅 给你长脸 我骂她臭屁 想到那时候 我不禁嘴角带了笑 这次我提出后 却遭到她的拒绝 她的语气听上去很疲惫 抱歉 淼淼 今天公司很忙 我脱不开身 我体贴地表示谅解 你注意身体 我等你回家 我选择打车回去 排队等红绿灯时 我聘见一辆很熟悉的黑色宾利 李晓峰今早开着一辆 相同的车去公司 我一开始 只当是巧合 红灯倒树 一个女生从车上下来 扎进连绵的雨幕 接着男人追下来 竟然是李晓峰 我叫司机停下 扫码付款后下车 跟在后头看他们拉长 女生有一张讨喜的娃娃脸 哭起来眼睛红红的 极其惹人恋爱 我知道你还怨我 我不出现在你面前讨你闲 你满意了吧 她一把推开李晓峰跑了 李晓峰想追上去 我叫住了她 她将在原地 我们隔着雨帘 遥遥相望 我说 回去吧 我上了她的车 一起回家 坐在客厅 我们相顾无言 李晓峰好几次张嘴想说什么 看到我的脸色又合上 我率先打破沉默 离婚吧 我不喜欢复杂的感情 李晓峰疼得站起来 满脸都是不可置信 你在说什么 我敏唇面无表情地看着她 她如泄气的气球 一下子尾下来 蹲在我面前 她前夫不甘心离婚 一直跟踪她 她来找我帮忙 她应该找妇联 找警察 而不是前男友 你说得对 李晓峰深吸一口气 是我错了 没考虑你的感受 你要我做什么 你才放心 拉黑 以后不要再见她 好 她一点没犹豫 迅速掏出手机 当着我的面删除 拉黑一条龙 做完这些后 她关切地用纸巾 帮我擦拭脸上的水 去洗澡好不好 如果你感冒了 我就是天大的罪人 李晓峰哄起人来 我是招架不住的 后面凌霜 似乎真的从我们之间消失 李晓峰按时下班回家 没有再加班 直到昨晚 凌霜加我 我才知道 他们不是不联系了 只是做得更隐秘了 她的验证消息很简单 我是凌霜 这些衣服 你还要不要 我通过她的好友申请 她给我发来一张照片 一套灰色的工作套装 不合裙地挂在她 花花绿绿的裙子中间 我才知道 李晓峰在当着我的面 删除凌霜好友的那天晚上 安排她住进 滨江区那边的别墅 我回 扔了吧 李晓峰回来我问她 你是不是让凌霜 住在滨江那边的房子 她当场炸了 沉下脸指责我跟踪她 我说过 她前夫不怀好意地跟踪她 难道就因为 她是我前女友 我就要见死不救 你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吗 她这不是对话的态度 我瞪大眼睛 有些惊恐地看着她 随后转身进了房间 半个小时后 李晓峰悄悄地进了房间 从后面抱住我 她的语气里带着几分委屈 我们不是说过不冷战吗 我跟凌霜真的没什么 我就是看她可怜 等她前夫死心了 我就让她离开A市 她絮絮叨叨说了一堆 我什么都没听进去 我憎恶争吵 她把人变成魔鬼 这会让我想到 我刚从奶奶身边 被接到城里时 日复一日地听父母争吵的日子 我爸指责我妈 打到他叛了十几年的儿子 我妈痛斥我爸出轨 吃着碗里的 看着锅里的这是报印 我曾试图阻止 可是我爸将我一脚踹开 我倒在地上嚎啕大哭 没有人安慰我 我爸忙着责怪 我妈把我接到城里 我妈说 这是我奶奶的主意 争吵上升城动手 我一个人坐在地上 呆呆看着他们 奶奶明明说过 爸妈接我进城里 说明他们是爱我的 让我听话好好学习 他们爱我吗 那为什么没有人注意到 我的手摔破流血了 如果是奶奶 肯定会心疼地抱着我吹气 再用窗壳贴帮我止血 夸我是最勇敢的孩子 最后 我捂着屁股回房间 撕下两块只塞进耳朵 躲进柜子 我在他们的争吵声中 一点点长大 直到我爸意外去世 我发誓 不会成为用争吵 解决问题的人 我第一次跟李小枫说起时 他心疼地抱住我 说绝对不会让我陷入 这样的境地 不过他显然忘记了 迷迷糊糊地睡着时 有什么东西 轻柔地落在我的额头上 我听到一声叹息 我该拿你怎么办 门开了 将我的思绪拽回现在 李小枫拎着街角买来的 我最爱吃的早餐 在我面前摆开眉目温柔 还没吃早餐吧 我排好久的队才买到的 趁热吃 摆好后他抬头 认真地看着我问 你想跟我说什么 我对上他的眼睛 他漆黑的眼珠道映出 我苍白的脸 我的视线往下 定格在那套陌生的白色衬衫上 你换衣服了 李小枫断了一下 轻轻嗡一声 被雨淋湿就换了 我倾笑出声 藏不住讥讽 哦 那你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 他眼底心虚一闪而过 欲盖迷彰地低下头 帮我包鸡蛋壳 工作那么无聊 哪有什么好说的 我看向虚无的半空淡淡道 我也没什么事 我不准备告诉他 我脑子里有肿瘤 他不再是我愿意信任 依靠 相伴一生的人 在我酝酿消失一段时间的借口时 他先跟我说了出差的事 最长一个月 我会尽快回来 我没问他要去哪里 也没问他去干什么 我点头 好 第二天起床时 李小枫已经离开了 床头放了一张便利贴 上头写着满满的注意事项 不能熬夜 不能不吃早餐 不能在光线昏暗的地方看书 我扫了一眼 就撕了丢进垃圾桶 我收拾好衣服 跟园长请了病假 独自去医院办理住院手续 做了一通检查后 确定手术方案 开颅手术切除肿瘤 手术前需要剃发 我扯掉皮筋 头发落到腰间 我留了三年 剃掉不到一分钟 深夜我躺到病床上 想到明天的手术 说不害怕是骗人的 可我能跟谁说呢 我妈忙着当天保的妈妈 连接我的电话 都觉得浪费时间 温兰去了深山老林拍摄 手机不知道 什么时候才有信号 至于李小枫 算了 她陪林霜回家了 是啊 林霜的父亲生了一场重病 我的丈夫不知道 是以什么身份 陪她回家看望她的父亲 我侧过身 按住胸口 这里有点难过 她明明说过 我们是一家人 到头来也不算数 我还是一个人 手术很成功 我醒来时 察觉不到四肢的存在 可不知道为什么 我感觉到很轻松 肿瘤的切片结果 很快出来 是良性 我找不到 立刻分享这个喜讯的人 只编辑信息 告诉了温兰 我住院三周 恢复得非常好 这期间我没有一次 想到过李小枫 出院后 我买的假发到了 黑色短发 盖在我的头上 让我没有血色的脸 显得愈发苍白 我对着镜子 露出一个笑 有点丑 但没关系 一切都会变好的 我回家的第二天 李小枫带着林霜回来 看到躲在她身后的女生 我十分平静 我前几天 就从她的朋友圈知道了 林霜的爸爸病逝前 将她托付给李小枫 而我博爱的丈夫 当然答应了 李小枫站在林霜面前 呈现保护者的姿态 林霜刚经历重大的打击 我想让她先跟我们住一段时间 林霜瑟瑟道 如果苗苗姐姐介意 我回老家好了 我一个人可以的 爸爸会保护我 她说的这般可怜 李小枫用责怪的眼神看我 而我明明什么都还没说 只是走出房间 简简单单 接了一杯热水 我叹了一口气 死者为大 我淡定地点头 哦 李小枫和林霜 都被我的反应震住 瞪大眼睛看我 我越过他们回房间 抱着我的枕头和被子出来 宽宏大量地说 主卧大 让给你们 我以为 他们会为我的拾去感到开心 没想到李小枫当即怒了 素来温和的脸 蹦出怒意 苗苗 你在闹什么 都是女人 你都不能谅解一下林霜吗 她才刚失去家人 又被前夫纠缠 我觉得 但凡有点同情心的人 都能理解 你怎么就容不下她 我看着她 李小枫告诉我 这个时候 我应该感到难过的 毕竟她是我的丈夫 她逼我留下她的前女友 结婚三年 虽然是相亲认识的 但是总归是有感情的 不然 在我最难受的时候 第一个想找的人 不会是她 然而情感上 我却丝毫没有起伏 她站在我面前 像最熟悉的陌生人 我生不出怒气 生不出难过 只觉得累 医生建议 保持充足的睡眠 我想早点恢复 必须谨遵医嘱 我糊弄到 没闹 住吧 我进了次卧 李小枫一把拉住门 你在做什么 我不是跟你解释了吗 我没搭理 扯下她的手关上门 苗苗 她在门上踹了一脚 林霜柔柔弱弱地说 小枫 我是不是不该过来 如果我不过来 你跟苗苗姐姐 就不会吵架 我就是个累赘 我现在就离开 不拖累你们 她做事要走 脚步声又轻又缓 房子的门刚拉开 李小枫开口挽留 不关你的事 是她自己胡思乱想 你别往心里去 留下吧 还有空房间 安静了半晌后 李小枫又过来敲门 我不搭理 摘下假发放在一旁 扶下医生开的一把胶囊 困一袭来我安稳睡觉 浑然不知李小枫在屋外 徘徊到凌晨 我一觉睡到中午 洗漱后准备到楼下吃午饭 客厅桌子上摆着早餐 全是我爱吃的 便利贴粘在桌面 写着要我记得吃过早餐 再去上班 哦 她还不知道 我请了三个月的病假 我盯着看了一会儿 早餐早就凉掉了 一如我生不出波澜的心 我当没看到 越过桌子走出去 小区外头有一家粉店 很符合大部分本地人的口味 十分清淡 我口味偏重 不太喜欢 只是李小枫爱吃 我总跟着来 正好医生嘱咐 恢复期饮食清淡 我便走了进来 好巧不巧 林霜也在这儿 而她对面坐着的 正是该在公司的李小枫 我听到李小枫的声音道 你不是最喜欢吃粉吗 这家不错 林霜的余光对上我 她没有正眼看过来 而是微微一笑 所以你专门从公司回来 陪我吃这个 李小枫没说话 她不以为然 继续说 苗苗姐姐也喜欢吗 她一顿不确定地说 也许吧 我不喜欢 她们身后正好有空桌 我朝她们走过去 李小枫听到脚步声 回过头表情诧异 她疼得站起来 苗苗 你没有去上班吗 林霜跟着起来 带着浮于表面的愧疚 苗苗姐姐 我不知道你在家 所以没叫你一起下来 都是我的错 这时 服务员慌乱的声音传来 小朋友 不能在店里乱跑 一个小男孩捧着小碗 嘻嘻哈哈地乱跑 她没有看向前方 而是瞪着阻止她的服务员 一头朝我们撞过来 服务员大喊 小心 慌乱之中 她第一时间拽过对面的林霜 使她躲过一截 而小男孩正撞进我怀里 撞击力使我往后倒 我没扶住桌子 一屁股坐在地上 温热的汤洒了我一身 空间似乎在这一瞬间 陷入诡异的寂静 李小峰难以置信地 看向自己的手 她率先打破凝脂的氛围 放开林霜 弯腰想扶我起来 一脸地关心 苗苗 你没事吧 我毅然决然地推开她的手 自己拍拍屁股 扶着桌子站起来 我没有看向她 我心中没有不被选择的难过 我俯视躺在地上 哇哇大哭的男孩 平静道 你撞到了我 道歉 熊孩子的爸妈死而复生 冲过来抱起熊孩子 熊爸气势汹汹地瞪我 你凭什么这么跟我儿子说话 饭店是你家开的呀 不是你站这里爱手爱脚 我儿子会撞你身上吗 李小峰没一条 先生 不是谁声音大就有道理的 明眼人都知道 是你孩子不看路撞了人 熊妈撸起袖子 大有大干一场的架势 你是什么人 这里轮得到你说话吗 别多管闲事 我是她老公 我单单地打断她的话 跟她没关系 现在我说的是我 跟你孩子的问题 她撞了我 汤还撒到了我身上 熊爸 你跟孩子计较什么 我见他们没法讲道理 干脆拿出手机拨号 熊妈吼道 你做什么 报警 让警察把你儿子抓走 我略带阴沉的语气 终于把熊孩子吓到了 他趴在熊爸怀里嚎啕大哭 我不要被抓走 不要被抓走 我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乱跑了 爸爸 别让警察叔叔和阿姨把我抓走 熊妈见我真要报警 气势瞬间弱了 就这点小事 报什么警啊 我讲出我的诉求 道歉 赔偿我衣服的钱 熊孩子抽气着道歉 熊爸也干脆地给我攥帐 熊妈瞥我一眼 不甘心地说 跟个孩子斤斤计较 活该你老公出轨 李小峰的脸瞬间黑了 立声道 你胡说什么 熊妈顶撞回去 真以为我们是瞎子啊 你跟那女的从进来吃饭开始 就你浓我浓的 你又是她老公 不是出轨是什么 李小峰的脸色更黑了 双拳紧握 熊爸站到熊妈身前 气氛紧绷 大有一触即发的意思 林霜着急道 小峰 我不管他们的闹剧 去前台打包了一份粉 推门离开时 身后依稀有人 在叫我的名字 我没有回头 李小峰晚我半小时回来 一个人 他尽力在我面前 眼神复杂 良久他开口 你刚才为什么不让我帮你 我不解 有这个必要吗 李小峰表现得很奇怪 固执地说 有 我们是一家人 你遇到困难 应该第一个来找我 我愣住了 他一说 我想起刚结婚时 我没习惯身份的转变 跟他亲密不足 客气有余 那段时间 我们班中途 新转来一个学生 园长 让我多多注意他 我一开始 没理解园长的意思 直到一次玩游戏 他抢了同学的玩具 我第一时间阻止 并跟他讲道理 小男还没听进去 反倒直接将玩具 丢进垃圾桶 又将同学推倒 我以为他只是性子 比较顽劣 没想到晚上 我接到他全家的 夺命连环电话 先是他爸 后是他妈 然后是爷爷 奶奶 姥姥 姥爷 他们全家用极尽恶毒的语言 咒骂我 好像我毁了他们的宝贝孩子 我报过警 可是几个老人七老八时了 警察只是劝戒了几句 此后 他们便变本加厉 换着电话打过来 那时我听到电话铃声 都下意识发抖 直到李小枫闯进书房 听到电话传来的 无休无止的谩骂 他第一时间挂断 问我发生了什么事 我很少跟人敞开心扉 他蹲在我面前 双手放在我的膝盖上 眼里似有银河流转 说不出的柔情 苗苗 我们是一家人 你什么都可以跟我说的 第一次我感受到了委屈 我想说出来 就好像找到了依靠 握到了浮沫 我将近期发生的事 河盘拖出 我们做过更亲密的事情 却是第一次 这般心贴着心 他抚摸我的头发 嘴唇若有若无地 落在我额头上 话语温柔地 让人情不自禁地陷进去 我永远站在你这边 第二天 不间断地骚扰电话断了 他们打来电话 一把鼻涕一把泪 跟我道歉 小男孩也转了学 我问李小枫 怎么做到的 他眼里冷光一闪而过 渺渺 在虎脚蛮缠的人 只要有软肋 就能拿捏 他们不需要工作了 可是他们的孩子还要呢 我说 谢谢你 他用唇堵住我的话 将我逼到床上 撕开柔雅的外皮 他散发出成年男性的危险气息 怎么谢 你做给我看好不好 我叫的声音都哑了 这个晚上后 我们之间的隔膜消失了 我们成为真正的夫妻 心连心 至少在凌霜出现之前 我是这么认为的 我很烦叹了一口气 没必要 李小枫的眼眶突然红了 渺渺 我怎么感觉你好像 一点都不在乎我了 不是好像 他身体一震 紧紧盯着我 忽而冷冷一笑 拿起手机拨出去 那边接通后 他语气低沉浅犬 如情人间的泥南 林霜 你不用着急搬走 就把这里当家吧 我也很希望你继续留在这里 李小枫边说边看着我 似乎想从我脸上 看出什么破绽 他打错算盘了 我真不在乎 只要他们别来打扰我 让我安心休养 就算当着我的面 大都特度 我都不在乎 我考虑过搬出去 只是搬家太累 这个念头刚冒出来 就被我放下了 忍忍吧 一个星期后 要回医院复查呢 我现在精力有限 只想放自己身上 林霜回来了 李小枫常当着我的面 故意跟他做出一些亲密的举动 我把两人当空气 不理不睬 我越平静 李小枫就越想证明什么 他叫林霜一起进厨房 两人像一对甜蜜的夫妻 林霜时不时一往昔 你以前就喜欢给我做饭 我记得我们刚在一起时 我连煮饭要放水都不知道 我说想尝尝你的手艺 你就跟大厨学习 你朋友都说 你高考都没那么认真 小枫 我当时不该不告而别 林霜说的动情 李小枫却神有天外 油溅到了林霜身上 她的尖叫声 才拉回她的思绪 李小枫盯着她裙子上的油渍 阻止她回房间换衣服的举动 她走出厨房 理所当然地说 苗苗给林霜拿一件你的衣服 她没带几件过来 我一开始没有动 她不仅没生气 还有点窃喜地说 你不愿意就算了 我让她自己去买 我点头 哦 我去拿吧 刚好有几件不穿的 当废物利用了 我从主卧翻出几件旧衣服 丢到林霜面前 大方地说 都给你了 李小枫僵硬的视线 落在最上头的黑色长裙上 脸色一变 难以置信地说 你为什么把这件给她 有什么不对吗 这是我们相亲那天你穿的裙子 前一年就不合适了 你一直没舍得扔 现在你要给林霜 我不以为意 不合适的东西就该扔掉 这些物品与情感挂钩 才显得珍贵 情感消散了 这不过是一件过时 且不合身的衣服 李小枫死死攥着裙子 眼底波涛翻涌 林霜本来想抽走 却被她推开 她突然把林霜拽进她住的客卧 带着你的行李走吧 林霜被这情况搞得摸不着头脑 叫我回来的是你 叫我走的又是你 李小枫 你到底在干什么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李小枫的语气出奇地冷静 前女友 林霜 我们是过去世了 林霜咬牙切齿 你骗人 你要是不喜欢我 为什么陪我去看我爸 还有那晚 李小枫沉下脸 一台矛满是压迫感 林霜 林霜吓了一跳 她转头 看向无动于衷的我 玄机露出古怪的笑 行 我不说了 李小枫 你别后悔 她拖着行李箱 扭头就走 李小枫关上门 说了一口气 她跟没事人一样 走到我面前蹲下 试图握住我的手 渺渺 我们好好过日子 好不好 以后不会有别人了 我吓得站起来 白了她一眼 神经 李小枫变了个人 整日在我面前刷存在感 你为什么请假 不想上班也没事 老公养你 今天想吃什么 老公亲自下厨 做你最爱吃的 我曾听她朋友提过 李小枫的厨艺很好 我很惊讶 因为她从没做过饭 我说想尝尝她的手艺 她毫不犹豫地拒绝 理由是好久没做 早生输了 等我不想吃了 她又上赶着做 我烦闷到 你不用上班吗 李小枫眼睛一亮 我请了一周假 想好好陪你 我趴地关上门 开始考虑离婚 李小枫频繁地出现 影响了我的心情 医生说 保持好心情 有利于恢复 本想复查后 再将离婚提上议程 现在我等不及了 我在网上联系了一个律师 中午李小枫来敲门 我一打开门 她便一脸期待地说 饭菜都做好了 为什么换衣服 你要出去吗 我推开她 经过餐桌时 我看到她口中 我爱吃的菜 桌 其实我喜欢油闷 爆炒 独独不喜欢白李小枫 愣住了 我以为你喜欢 不 是你喜欢 她强颜欢笑 我会记住的 你去哪里我送你 不用 我对她笑了笑 你在家等我 我很快回来 李小枫受宠若惊 听话地坐下 我拿着离婚协议回来 李小枫还保持着 我离开时的坐姿 她起身笑笑 开口准备说什么 我打断她的话 拿出离婚协议书 放在她的眼皮底下 我们离婚吧 你看看还有什么问题 我们的收入差距悬殊 我不贪心 但到底是你背叛在先 所以我要西郊区的别墅 落江旁的大平层 还有这里 这些对你来说 不算什么吧 李小枫脸上 渐渐没了血色 良久挤出一句 为什么 我们没有感情了 离婚对你我都好 我不同意离婚 她很激动 谁说我们没有感情了 我吃笑道 我不是傻子 李小枫 你说去公司通宵那天 回来穿的衣服 跟你在林双家 穿的不是同意件 你在她家 什么情况下需要换衣服 冒着大雨 去给生理期的前女友煮姜汤 真的很浪漫 李小枫垂死挣扎 她说前夫找上门 我出于朋友情谊 才过去看看 我们什么都没发生 我的衣服被雨林湿了 我怕你看到多想 才让秘书送了一件过来 我没有背叛你 我不说信不信 只呕了一声 进房间收拾行李 不同意离婚 那先分居吧 李小枫按住我的手 唇敏到发白 你去哪里 我挥开 去没有你的地方 看到你我感觉挺恶心的 影响心情 李小枫看似那脸谦逊 实则十分自傲 她毕竟是天之骄子 含着金汤勺出声 这辈子顺风顺水 怕是没遇到过什么挫折 而我不识去 一而再 再而三地漠视她的求和 还骂她恶心 李小枫的自尊心 受不住 她果真松开 我的手冷声道 渺渺 我不会同意离婚的 你死了这条心吧 我搬进落江的平层 享受难得的宁静 后悔没早点搬走 早搬早享受 我去楼下溜达时 还碰到一个特殊的人 徐小姐 男人戴着一副金丝眼镜 高高瘦瘦 褐色的眸子 勾出清冷的意味 是负责我手术的主治医师 洛医生 我硬着头皮寒暄 局促感让我仿佛回到学生时期 就像面对严肃的老师 你也住这里呀 嗯 以前没见过你 我指了指身后的楼 刚搬过来的 我就住这栋 洛灵挑了挑眉 停桥 她应该是刚上完夜班回来 眼睛下方隐隐发青 我们寒暄了这么几句 我就见她偷偷打了一个哈欠 这瞬间削减了她的严肃感 我笑道 那不打扰了 您回去休息吧 她点头 有点尴尬地放下手 到时间记得去医院复查 嗯 我散了半个小时步 回家慢腾腾地收拾东西 然而恶心的人如苍蝇 总忍不住给你找不痛快 林霜半夜突然短信轰炸 第一张是自拍 李小枫埋头在她的肩颈簇 如此亲密无间 你们结婚三年 我问小枫你们的婚姻像什么 她说像白开水无趣至极 你知道吗 我们恋爱四年 我一生气就闹分手 小枫每次都主动求复合 把我当公主捧着爱着 你有体验过吗 要不是我不想那么早结婚 不告而别 你以为轮得到你吗 苗苗 你永远只是她不得不屈服于现实的将就 我打量那张照片许久 心脏下意识地抽了一下 是身体本能 无关情感 我难以想象 如果我还爱着她 看到这张照片 我会不会崩溃 我这辈子得到的爱 本来就不多 到头来还要被指着鼻子告知 这三年的温暖可能都是假的 我以为的爱她只是在将就 在履行责任 那你让李小枫跟我离婚吧 我求之不得 林霜 别得意 苗苗 我没想到你那么恶毒 你知道林霜的前夫是无赖 还透露他的位置 我以前真是看错你了 第二天 李小枫大白天堵在我门口 脸色阴沉 我立马想清楚来龙去脉 好笑道 你觉得是我 不是你还是谁 面对这痛无理的指责 我当即当着她的面 拨打110 报警吧 我总不能无缘无故被怀疑 她按住我的手胡一道 真的不是你 我面无表情的回事 请问我什么时候认识的她前夫 又是通过什么手段 得到她的电话 林霜的前夫是拆迁户 发达后沉迷赌博 很快输光存款 还经常家暴林霜 林霜拼尽全力离了婚 净身出户 最后连房子都输个精光的前夫觉得 自己找不到老婆了 回头死死缠住林霜 李小枫想通了这层 眼中闪过纠结 我的笑中带着讽刺 你明明更相信她 为什么不肯跟我离婚 怎么 我也是你们play的一环 不得不说林霜真舍得下狠手 对前夫避之如虎 为了达成目的 又不惜引狼入室 李小枫脸上赏过狼狈 我以为她不会撒谎 她以前从来不撒谎 我嘲笑 所以说你们配呢 一个知三当三的撒谎精 一个脑子不灵光的贱人 李小枫哪里受过这气 被人指着鼻子骂两次 她狼狈道 你以为我非你不可吗 我可不敢 我输一次就怕了 忽然我对面的门打开 洛林走了出来 皱着的眉头 在看到我的那棵书展开 我则舌 真是巧合妈给巧合开门 巧合到家了 洛林的视线 在我和李小枫身上徘徊 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李小枫猛地握住我的手警惕道 渺渺 她是谁 我想抽回我的手 她不让死死抓着 洛林看出我的抵抗 走过来压低声音 请放开她 我和我老婆说话 关你什么事 洛林惊讶 住院那么久 没人来看过我 只有我请的护工负责照顾 他们以为我单身 身边没什么家人 所以平时空闲了 医生护士偶尔会来找我说说话 我补充 未来的前夫洛林了然 李小枫更生气了 阴阳怪气地说 我说你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冷漠 念叨着离婚 原来是找到了下家 不是谁都像你那么无耻 李小枫拔高音量 我无耻 话音刚落她突然发难 一拳朝洛林脸上挥去 洛林眉反应过来 挨了一拳 但很快回了手 我被这一幕惊呆了 脑子里冒出一个念头 洛林是医生 手可不能受伤 我抓紧机会冲过去 张开双臂 挡在洛林面前 凶狠地瞪着李小枫 李小枫的拳头 看看停在我鼻子前两厘米醋 她的手臂无力地落下 像受到天大的打击 楠楠问道 渺渺 你护着她 我冷着脸 李小枫 你是不是有病 你凭什么打人 我赶忙查看洛林的情况 好在没伤到手 只是脸上有点轻 我愧疚不已 洛医生 对不起 我没想到会把你牵扯进来 洛林眸光一闪 淡然道 没事 李小枫扯着嗓子笑了几声 声音发哑 好 离呀 谁不离婚谁亡吧 你以为我稀罕你呀 意外之喜 我赶忙拿出离婚协议书 双手递上笔 李小枫龙飞凤舞地牵下大名 丢下笔转身离开 我细心地收好协议冲他叫 明天早上十点民政局见 别迟到 然而李小枫放了我鸽子 我从早上十点等到中午十二点 都没等到他人 我怒气冲冲地打电话给他 李小枫 你还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你什么时候来民政局 他装傻 什么民政局 我出差去了 我气得挂断电话 杀去他的公司 中途收到温兰的短信 半小时后 飞机落地 速来 我猛地刹车 在前方吊转车头 温兰第一眼看到我 眼泪刷得落下 死丫头 你的脸怎么这么白 我鼻子跟着酸了 李小枫回来的几天 一次不曾提起过我的脸色 而温兰却忍不住 抱我嚎啕大哭 对不起 我没有陪着你 他越哭越大声 吸引来不少人的注意 我只好将他拖到车里 安慰了好一会 温兰擦干眼泪后 杀气腾腾地问起李小枫 那个贱人呢 我把昨天和今天的事情说了 烦躁到 我不知道他拖着做什么 温兰按住我的肩膀 眼里生腾出熊熊火焰 敢欺负你 让姑奶奶去挥挥他 他不顾我的阻拦 温兰下车来一辆车 去找李小枫 我只好跟着一起过去 刚到李小枫的办公室 已经炸开了锅 员工们挤在门口 假装在工作 实则个个竖起耳朵 温兰脱下鞋子 朝李小枫砸过去 李小枫狼狈躲开 温兰 你疯了吗 你才疯了 你凭什么欺负淼淼 谁欺负他 他自己一情别恋 想跟我离婚 你扯犊子呢 你不欺负他 你让他一个人做开炉手术 让他一个人躺在医院里 让他一个人疼得不知道该跟谁说 李小枫愣在原地 什么开炉手术 你胡说 他什么都没跟我说 他怎么跟你说 你不是裴凌霜去看他爹了吗 好孝顺 尚赶着给前女友的爹当孝子 你还有脸拖着不离婚 李小枫脸庞瞬间煞白 渺渺 这是真的吗 他远远朝我看过来 眼神中万千情绪闪过 后悔 愧疚 心疼 其他人这才注意到 融入八卦群众中的主人公 我成了人群中的猴子 我默默掩面进入办公室 并关上半眼的门 隔绝掉外界八卦的眼神 都过去了 我摘下假发 给他展示 刚冒出青色发茶的头 和一道拇指长的疤痕 李小枫的目光 在接触到伤口的那一刻 跟被烈火烫到似的 猛然收回来 他想伸手触碰 又颤抖着缩回来 他眼眶发红 我不知道 你没注意到 我的长发变成短发了吗 太残忍了 我突然变短的头发 我苍白的脸色 我在吃的药 装装渐渐 我没藏着掖着 李小枫说不知道 唉 好在我真的一点都不在乎他了 这可能是手术的副作用 我不知道 李小枫哭了 对不起 我冷静得很 不用说对不起 你只是因为不在乎 他匆匆打断 我在乎的 可我看不出来 你的在乎 你瞒着我照顾凌霜 丢下我在他父亲膝前尽孝 又将他带回家 我只看得出 你对他的珍重 至于我 可能我们真的不合适吧 你不是跟林霜说 我们的婚姻太平淡 像白开水 让你觉得倦了 累了 刚好我也累了 你好好考虑吧 我说的离婚 从不是赌气 李小枫低着头 久久无言 我倍感无趣 拖走温蓝 没想到晚上 他突然给我打电话 好 我同意离婚 淼淼 我爱你 我只是想给我们 一个崭新的开始 我翻了个 无人可见的白眼 这次李小枫准时赴约 还带来新的离婚写一书 我看到他给我分的财产 心中欢喜 但我不说 利落的签名 李小枫确定了许久 才在我不住的催促下 签下名字 我们在离婚窗口提交申请 一个月后领取离婚证 离婚冷静期的一个月里 温蓝陪我去复查 结果很好 洛医生祝福我早日长出头发 我还给他们一副锦旗 到了领离婚证的日子 我感觉到了真正的解放 我跟李小枫一起走出民政局 走向不同的方向 刚迈出一步 他就叫住我 淼淼 我一看向他 他就哭了 不同于以往无声的哭泣 此时的他 哭得那么狼狈 像丢掉最喜欢的玩具的小孩 我没心促起 他家从小实行严厉教育 他爷爷奉行棍棒底下出 孝子的信条 还要求他不能哭 什么时候都不能哭 前两年他爷爷去世 他一整天都没说话 也没哭 只呆呆地 像没了灵魂的傀儡 我一眼看出他藏起来的脆弱 夜深人静 我坐在他身边 抱住他的头 柔声道 李小枫 哭吧 我不会笑你 不会怪你 不会觉得你一哭 就不像个男子汉 在我面前 你难过了可以哭的 李小枫埋头在我颈尖 我一开始只感到湿润 渐渐地他越哭越大声 他说 我没有爷爷了 渺渺 你还有我 当时的我对他是满满的心疼 这时的我只觉得心烦意乱 我呵斥他 别哭了 很烦人 又不是小孩了 我转身离开 将他的眼泪和脆弱留在身后 我将离婚证发在朋友圈 宣告真正的自由 我妈当即打来电话 臭骂我一顿 我说 李小枫出轨了 他骂 还不是你留不住自己的男人 我告诉你 立马跟小枫复婚 要不然你就当没我这个妈 我从善如流 好啊 阿姨 没事的话我就挂了 渺渺 他当天下午杀了过来 我一打开门 他上手就是一巴掌 渺渺 你翅膀真是硬了 我看小枫就是在外面玩一玩 没想跟你离婚 过几天你去求求他 让他原谅你 你们继续过日子 我定定地看着他 忽而笑了 这就是我妈 我奶奶说 我爸爸妈妈是爱我的 只要我听话 再听话一点 你看我都那么听话了 上大学后 我没有再要他一分钱 毕业后 无论是他的生日 他儿子的生日还是新年 红包我没有一次缺过 没有一次少过 有段时间他腰疼住院 是我放下工作去照顾 他再婚的老公 只来看了一眼 医药费都不舍得出就走了 可他心里最记挂的家人 永远是他现在的老公和儿子 我叹一口气 摘下假发 妈 你还记得两个月前 我给你打过电话吗 那天我想告诉你 我检查出肿瘤 要做手术 我想你能来看看我 你忙着照顾你儿子 没听完就挂断了 说有空会打过来 这一拖就是两个月 我有时候真的怀疑 我不是你亲生的 所以你才这么做见我 我妈愣了神 你没跟我说 你不说我怎么知道 她来了底气 不就一个手术吗 你现在不是好好端端地 站在这里吗 我是你妈 你弟还小 我照顾她不应该吗 还跟你弟争宠上了 我看你是越回越回去了 然而 她垂在身侧颤抖的手 还是出卖了 她的心虚和不平静 幸好 她没有跟她说的那样 一点都不在乎 不然我太可悲了 我发离婚证到朋友圈的目的 不就是这个吗 我想看看 她过来上门时 第一反应是什么 会不会有一心半点心疼我 结婚前 她就再三叮嘱 好好照顾李小峰 等弟弟大学毕业了 到她的公司上班 或许我在她心里有一点位置 但那与她儿子的前程相比 一文不值 我苦笑道 妈 这是我最后一次叫你妈了 在你心里 我也不算是你的女儿 正好我也不想把你当妈妈 放心 等你老了 该给的赡养费我会给 但多的就没有了 其他的就算了吧 就当是你也心疼心疼我 我妈仗红了脸 淼淼 你不能这么对我 我是你妈 我生了你 你这辈子都欠我的 我说 如果你想算清楚 我们之间谁欠了谁 那我可能先要找你的老公 要回我跟李小峰离婚前 借给她做生意的五百万 那也是夫妻共同财产 她怒目圆瞪 你敢 我平静地说 我敢 我将我妈的各种联系方式 拉进黑名单 同时决定换一个地方住 西郊的别墅 风景优美 绿化极好 不过里头还住着一个客人 风和日丽的上午 我带人直接上门 林霜果然住在这里 她惊怒万分 渺渺 你要做什么 我盘着手 这是我的房产 你不经过我的同意住在这里 还不交房租 这不合理吧 这是李小峰让我住的 但现在这里属于我 我让人收拾好林霜的衣服 丢出门外 她又羞又气放狠话 渺渺 你给我等着 她的手段我知道 无非是到李小峰面前哭唧唧 果不其然 李小峰给我发消息 渺渺 你不用做得那么绝 她也只是想找个地方住我而已 男人 我将这两个月来 她跟我的聊天记录打包发过去 最后 假惺惺地发一句 如果我说 要不是她一再挑衅 我还不会想着离婚呢 李小峰没了话 很快我就从她朋友口中 知道了林霜的事 李小峰收回给她住的房子 又让律师算了一笔 她给她花过的钱 五十万 限她这个月内还清 没地方藏身的林霜 再次被前夫找到 前夫借了高利贷 说林霜能帮忙还钱 在高利贷的帮助下 她才能这么快找到她的地址 林霜前夫家暴成性 我是不喜欢林霜 可更厌恶林霜前夫这种人 我知道这个朋友 是李小峰让过来的 我让他没必要幸灾乐祸 林霜是道德上有问题 不过他前夫是应该进监狱 更让我震惊的是 每两天林霜前夫的死讯 以及李小峰被刺伤的消息 一同上了热搜 凶手是林霜 他故意杀人 后来被判了无期 我从新闻中 拼凑出事情的前因后果 林霜被前夫缠上后 终于忍无可忍 趁他睡熟砍下他的头 那是一个深夜 然后他揣着刀 找上李小峰 将他捅成重伤 李小峰至今昏迷不醒 可悲可叹 除此之外 我生不出其他情绪 仿佛在看三个陌生人的故事 李小峰在半个月后醒来 用朋友的手机给我打了电话 苗苗 是我 嗯 他安静了好伴上轻声问 你那时候肯定很疼吧 我淡淡道 都过去了 你能来看看我吗 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 李小峰咳嗽了几声 强装出的冷静瓦解了 他哽咽道 林霜那天来找我 他问我 为什么不喜欢 他还要给他希望 是我的行为给了他错觉 让他以为你只是我名义上的妻子 我跟你结婚 是为了满足爷爷的期望 而我总有一天 会回到他身边 而我在他回来后 竟然也这么想过 我以为轰轰烈烈才叫爱 平平淡淡是凑合 可跟你结婚的这三年 明明是我最快乐 最幸福的时光 我从未这般轻松愉悦 我怎么会觉得无趣呢 我怎么会觉得我不爱你 觉得你不重要呢 为什么会这样 他哭我沉默 最后他说 我错了 对不起 淼淼 我们不可能了是不是 嗯 白开水是无味 可是人离开水 是活不了的 李小峰以前不懂这个道理 现在懂了又失去了 手术后的第四个月 我从反工作岗位 我是一名幼儿园老师 工作繁琐细碎 偶尔会遇到不可理喻的家长 但看到学生们 纯真可爱的笑脸 我发自内心的愉悦 我像是看到了 小时候的我 被奶奶带在身边 生活里促促是快活 她深深地爱着我 我的头发 永远是班里最干净 最柔顺的 奶奶总会端一盆水 坐在门口 让我把头 靠在她的大腿上 一点一点帮我洗得干干净净 同学也总问 是谁给我绑的头发 我每每骄傲地回答 是奶奶 我呵护着我的学生 像在拙劣地模仿奶奶 模仿她呵护小小的我那样 下班后 我看到了学校门口的洛琳 今天调休 洛琳有点紧张 你方便一起吃晚饭吗 头顶云霞满天 我笑着点头 好啊 我心明媚没有被过往的不堪笼罩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我是小贤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拜拜 拜拜